針大民調風波調查報告指 傳理學院院長趙森樹 提早公布特首參選人民調結果 過程中沒有證據顯示 出現任何政治干預或政治目的 但趙森樹多次漠視民調小組成員的勸告 誤以為進早公布結果 爭取傳媒曝光 會有助學院日後爭取更多資源 是疏忽和闖住的做法 批評趙森樹的判斷太急進 亦缺乏政治敏感度 和顯示他對香港情況了解不足 浸大校長陳新枝證實 已經佔立趙森樹的請辭 浸大教職員工會認為 佔立趙森樹請辭是負責任的做法 下方亦承認 今次整個特首民調計劃 都是在闖絕和不適當的情況下進行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林佳堯報導 所以 溏絲 誤 猛 好 好 好